精致生活与收入有关吗? 我们说收入指的是钱 那生活是不是都是钱呢? 当然不是 钱能买了一些工具 但是你会不会用这些财务、资源 用的好不好? 你很有,你有一大堆 那叫负 你处理的很公道 那叫贵 所以这负跟贵啊 你都有,当然固然好 那只能有一样的话 你偏重于哪一个呢? 当然贵的人了不起 自古 说当官的 为贵 那贪管 那就不贵了 就这样嘛 所以贵 它跟有没有东西 没什么太大关系 所以叫轻贵 你没钱 但是你很贵气 你不一定有这个地位 有权力才叫贵 那叫权嘛 但是你很有威望 你这个人在十里八岁 或者说走到哪儿 让人 很尊重 人活一口气 你得掌自己这口正气 这才是让人真正看得起 忠王所归的东西 这个负啊 在古人的层级里面 什么经商的大古啊 你看世龙工商把这个商就排在最后 他如果分成十个等级 那个负人只在中间那层等级 第五个 了不起了 包括从五职的一些人 五大三宿 气很壮 这种人也好 但是他不会用自己这口气 不会用周围的这些资源 讲无形的就叫能量 分配不公 不善于用 那傅根贵讲清楚了 这生活方方面面 你没钱 有没钱的活法 你说贫贱夫妻百事 是有这个话 那官问行 富问哉 老百姓贤问发财 那你没这个财基础 看上去好像是 什么都不行了 其实不然 他问这个 因为他缺这个 但老百姓 他很实在 他不是贫就贱的 完全两个 他可能 恰恰不缺的 你看我们或者说江湖人士 甚至 社会人 或者社会 很讲究 有一股道义 虽然他是 感觉是负面的 但是我们看古后宅 那个精神可嘉 有的时候 恰恰底层人不缺少这些 很大方 有的还很洒脱 但是他只是没钱而已 那你说他过得好不好呢 当然不一定好 因为他缺这些 所以综合当然固然更好 你起码 没得选的时候 你做人品先要过得去吧 哪怕你逆取顺手 你也得 有这个手的心 维持正义的心 大家最终才看得起 他也不会倒戈 现在老师强调物质 什么智能家居啊 各种 机器都出来 看似很方便了身体 但是你过得好吗 而且恰恰很多有钱人 问题出了一大堆 你有了钱 就乱七八糟 想法都来了 你不想来 他也自然找你了